警长李世光还没走马上任 包地李世人再被爆出 和浩鼎牵扯不清 立委吴志阳爆料 指李世光的亲弟弟李世人 不但是浩鼎大股东 而且还是中研院严管会成员之一 负责做技术转移的审查 专利抛弃和让语等等 过去都是学界人士担任委员会成员 李世人是第一个业界代表 被质疑是求援兼裁判 也不知道他担任以后 会不会继续的 再把其他中研院有价值的一些技术 因为私心移转给浩鼎 或者是其他跟他有关的投资的案件 吴志阳表示 虽然浩鼎案是103年4月进行记转 而李世人是8月才担任委员 中间相隔了4个月 但是从近三届的委员名单来看 只有李世人一人是外部委员 其他都是内部专家学者 委员代表居然是浩鼎大股东 让人很难不多做联想 对此准经长李世光代地澄清 然而对于弟弟是否应该退出委员会 李世光低调表示 他的身份不适合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亲弟弟一再被爆出 和浩鼎中研院扯在一起 李世光要如何拿捏分寸 还没有盛事上任就已经备受考验 记者陈娇豪 朕安宏 泰报导 再間步行 进行 优优独立